馬祖慈悲大家好 網路同修來問說 不同的宮廟的馬祖 那我們都去拜 那就會不敬嗎 比如他自己分享 家裡有拜馬祖 他往往常跑到外面 去拜另外一個馬祖 那對家裡的馬祖會不敬 後世你是拜某個地方的馬祖 那又英年朋友又去介紹哪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的馬祖拜 那就對這個馬祖會不敬嗎 我想我的答案很簡單 各位應該要得到 不會 我舉個例 我們東教很多 比如說基督教 職業師 職業師 你在馬美國拜職業師 然後到台灣 那到另外一個地方 一個教堂 又一個某個地方 也在拜職業師 也就是恭敬職業師 難道對職業師是不敬嗎 那因為這個宗教是一神論 就是職業師 他們比較不會去分 那因為我們馬祖的這種宗教 他的法跟職業師這種教不同 職業師是唯一一個神的宗教 所以他到哪裡到哪裡 就是職業師天父 就這樣叫 到哪裡 不管到美國 澳洲 英國 紐西蘭 都是一樣 他們不覺得 他都叫職業師 那因為我們民間這樣的法 它不一樣 因為我們民間的信仰是說 我們拜馬祖 那修行好了以後 我們的功德到了 那我們夠世的時候 會到馬祖先班 然後修煉 修煉的話 就會派到各個政期 所謂 宿政 北港政 破竹鼎 然後是什麼 大甲 或是拔沙頓 各鄉政期 的那個地方的一個地方廟 去當那個馬祖 所以每個馬祖的靈 我們就有稍微分別 那是百甲馬 那是六甲馬 那是大甲馬 那是哪一條馬 那是關道馬 就有這種氣氛 因為氣氛說 那是哪個廟 哪一個七義 哪一個神 所以我們的法 馬祖活只有一個 那個法 因為馬祖有很多的法 在各地都有建廟 來保護各七的一個平安 忽悠這隻百姓 那這個 有每個廟 有所謂的主神 裡面有好幾萬個 有廟裡面有幾萬尊的馬祖 放在裡面 這有幾萬尊的靈在裡面 這是我們的宗教的一個信仰的一個想法 那每個都是一個靈 所以百甲馬的靈 不見得是靈莫良 那也許是哪一個 前輩呢 修得好 那現在被派到那邊呢 變成百甲馬 所以我們那種 大甲、泥、三甲、四甲、五甲、六甲 就這樣的一種區別 這是它的法的不同 所以我們的真 就是我們的福物 有各個廟不同 有各個廟的福人員跟老師 來幫助大家 所以我們是不同 那你今天呢 你家裡有供供一個馬祖 一個馬祖的靈 它是家神 你到外面去 拜了你這個鄉鎮的一個 鎮裡面的一個公喵 公喵 那你就拜 它也會對你有幫忙 因為家神有家神的一個作用 也有它的限制 那公喵呢 它裡面的馬祖特別多 功能呢 可以幫忙的功能特別多 所以我們都還至於家神拜以外 一定會再拜其他的 那各地方的馬祖呢 我們的拜會不會對我們自己的馬祖呢 不尊敬 不會 因為它統合起來 那個活就是馬祖 所以他信仰呢 到最後歸真的時候 林末良 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 這是他一致的 那孤恩呢 在教義的時候 常常講說 你一定要有主神的信仰 主神的信仰是要喚起你的注意力 那你每天在家裡拜你的家神 你有什麼事都問你的家神 那他去為你作主 那如果他的能力不足 還有希要幫忙的話 他可能還要去公廟 或是作廟 去找其他的馬祖來幫忙 他有一層一層的在 下面還有各層各層的管下來 土地公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一定要為我們作主的一個神 另外我們要恭敬其他的神 所以當我們恭敬其他的神的時候 我們的主神不會覺得不禮貌 代表你有虔誠 所以我們走過那個廟 那個教堂 我們都會跟他行隔離 因為畢竟他是神 都值得我們敬仰 值得我們學習 值得我們尊敬 所以各個神我們都拜 所以有人叫我們民間信仰 馬祖信仰 好像是雜神教 那馬祖廟各種神 觀世音、觀工、土地公、文昌地精 三觀大帝通通有 道家的、魯家的、佛家的 我們都會拜 所以算我們是雜神教 我們也承認 因為我們除了自己的媽媽以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乾媽 那乾媽要不要拜 拜乾媽不會 我們的媽媽不會生氣 就不尊敬 因為我們都馬祖 都是我們天上的媽媽 所有眾神都會來護佑我們 我們有一顆敬天愛人的心 這是我們馬祖信徒 應該具備的一個飼養 所以我們拜不同廟的馬祖 對我們的馬祖不會不敬 那就是我們人 佛法身 這個華它本身的特色 那身就是顧問這邊跟你分享 你可以來念同顧問 你就這樣想 這個樓起這樣走 你就會走得很順暢 不會覺得心裡有所不安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出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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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